大家好, 我是Data數據君 今集我們來到科學館這邊玩 因為準備介紹一條新的路線 其實科學館跟燕南站這兩個站很近 裡面有水療會、商場、美食街 所以可以玩的東西很多 今集會逐樣試一試 還有就是羅湖去科學館站幾個站 而連塘口岸去燕南站也是幾個站 所以這條路線不論是羅湖或是連塘口岸來玩都很方便 現在我們先介紹第一個站 就是水療會 這間水療會叫做京都湯泉 我們是在科學館站B出後出 向前走很久已經見到廣告 過馬路後轉到右手邊 走前一點就見到興華大廈 上五樓就是了 順帶一看,這附近有間盧溪河 它的小食相當不錯 這次我去京都湯泉 就試這個中泰外摩 加了24小時肉拳和自助餐 外摩可以選擇泰式或中式夠10分鐘 而團購是免小費 對 裏面的設施比較小規模 最大問題是洗完澡洗完頭 只有風筒,而風筒就沒有電 這裏有水果,飲品 任飲任食,種類比較少 這裏就是自助餐區域 嘩,非常暗 自助餐還限時間 不過口碑不太好 這裏有街機玩 但畫面質素真的不太好 不是一步是這樣,是步步是這樣 另外這電腦可以用 更是免費 不過速度會慢一點 這位置就是漢精房 不過現在又沒有開 我來到的時間大約是3點 但很奇怪,每樣東西都不開 現在進了房間 這房間有分大 這部電視也不小 還有可以看到無線 這個房間算是這樣的 剛剛就按摩完 其實這間水療會 很多細節我都不太喜歡 不過技師技巧真的不錯 所以位置很準確 而且力度控制得很好 按摩手法主要是沿著手跟腳跟去按摩 不過感覺手法不太適 另外拉筋動作也不太多 不過整個過程我覺得都很不錯 現在老師跟我分享 這間按摩店是在疫情前開的 一直瘦了幾年 瘦得非常辛苦 現在疫情過去情況就好很多 再講兩句 京都湯泉小問題真的不少 除了技師得之外 其他就不太好 這個價錢來講就一般 開完水療會 我們繼續沿著燕南路向前走 周內就見到商場 這個商場就叫寶樹里 商場門口有些臨時攤檔 原來這裡都是迎春花市集 新年氣氛非常重 不過它的規模就比較細了 好說你的室內空間都是比較少 很多都是在戶外的 不過現在冬天問題不大 最後就是這樣設計的話 空間感會更加好 這裡有一間合馬先生 在這裡買東西都幾正 大家玩完之後可以過來買些東西 接著回香港 不過這間合馬先生就會比較細一點 這間商場裏面有間cafe 我就很想試一試 它的名字就是GD Gaffi 為什麼我這麼有興趣呢 主要因為它戶外的綠化做得非常好 非常多 不過好可惜就是它的綠化植物 保養得不太好 遠看沒問題 拍出來也很漂亮 近看有少許差 但不要緊 因為室內環境也裝修得很漂亮 裏面都是一間高顏值的cafe 另外這個價錢也不貴 我選了單人下午茶套餐 價錢是38 星期一至日 上午10點至晚上9點都可以用 完全超過下午茶時間 飲品是三選一 甜品也是二選一 這個就是下午茶 蛋糕、咖啡 還有一塊餅乾仔 咦咖啡我選了capacino 這不是很大杯 這杯capacino好像沒有加糖 所以味道有點苦 不過咖啡味道不錯 迷你餅乾有兩塊 餅乾也挺脆 其他沒有特別 蛋糕我選了巧克力無絲 我看得到樣子 這個蛋糕也挺甜 因為咖啡就沒有加糖 再說到這麼甜的蛋糕 其實配搭得不錯 吃完了下午茶 我們繼續沿著燕南路向前走 再向前幾步就看到燕南站 所以燕南站和科學館站真的很近 這裏就是很有名氣的食街 晚餐我選了深醇炭酵肉 這間餐廳最有韓國特色 裏面有女團跳舞 又有非常韓式的裝修風格 現在先講講交通路線 餐廳位置就是燕南站 C出口 斜對面 距離列站大約一分鐘 我五點半到深順 裏面差不多是爆棚了 幸好我找到一張蛇人桌 那些不久了 工作人員就準備開始跳舞 大部份工作人員都是游山仔 跳舞的時候非常投入 另外它不是只站在那裡 又會走運全場 全場氣氛大動起上來 大家除了吃東西之外 亦會多了一種娛樂 所以在這裏吃飯 氣氛很像熱 大家看到這間餐廳 好像去了韓國那樣 因為這間餐廳 由韓國設計師所設計 所以裏面有非常非常多韓式元素 首先在房間韓國歌 四周圍有韓國明星的Post Park 然後還有電池播放韓國的MV 只要大家用心慢慢看 真的看到它很多細節都做得很好 餐廳營業時間就是 早上十點半至晚上十二點 沒有下場時間 不過晚上經常排隊 現在外面也排隊 所以最好就是平日 兩點至五點過來 雖然每一台都是吃燒烤 但進來這間餐廳真的沒有煙 應該因為它用菊花炭 菊花炭就是植物炭 雖然價錢貴一倍 但燒肉的時候特別好吃 而且煙比較少 這次我選擇了炭酵活慢 三至四人號華餐 價錢二九八隻 裡面有活鰻魚、環甲膜、肥油、五花腩、五花肉、松阪豬 還有麥魚腸 份量非常多 但因為看到網友說 它的四人餐經常比例很高 我預計要打包很多東西回香港 到時可以給侄女試一試 一坐下就去這裡小吃 小吃還有一個菜 我剛才漏了 總共有八個小吃 我最喜歡就是這個花生 非常香脆 主食靚湯四選二 我選了牛肉石鍋半發 份量不錯 而且真的熱氣騰騰 因為料比較漂亮 所以牛肉也挺好吃 而且醬汁也不錯 至於飯比較軟 底下有少許炭焦 這部分特別好吃 而麵湯我選了 嫩豆腐湯 配米飯 這個湯真的相當之熱 我選了微辣 喝起來真的有少許辣 而豆腐真的非常嫩 差不多入口即化 因為湯有點辣 如果浸到飯吃就更加好 第一樣燒就是橫甲膜 這樣醃得很入味 心臭服務真的很好 全程幫人燒烤 完全不用自己動手 作為服務員 懂得技巧 所以可以做出正宗的韓國吃法 橫甲膜非常好吃 除了肉質很嫩滑之外 裡面還有少許汁 吃下去就甜甜的 真的很棒 我覺得不用點任何東西 已經非常好吃 接著就是薄切五花肉 試試試 好 因為五花肉比較薄 所以很快就熟了 通常建議我 用菜夾煮五花腩來吃 再加少許乾碟的調味料 因為生菜很爽口 而且有些水分 所以這樣吃的話 五花腩不會很乾 另外乾碟的調味料 加進去之後 真的會更加好吃 接著就是主角 烤鰻魚 每件鰻魚都很大件 另外大家留意 每燒一樣東西都會很忙 而烤鰻魚就很巧功夫 因為鰻魚就需要用小火來慢慢烤 所以時間就會長一點 而工作員就相當耐心 偶爾會看一看 鰻魚是得味 今次選了一半是原味 一半是塗鰻魚漿 燒到差不多就可以上醬了 另外一半是吃原味 現在可以看到 鰻魚都很厚身 第一件鰻魚 我們加一些蘿蔔和紫菜一起吃 這樣吃的味道非常豐富 我覺得很有新意 這件沒有茶醬 只是原味 原味加少許海鹽就可以了 這樣吃的鰻魚味道非常清楚 而麥魚肉質真的很緊支 而且彈性很好 無論如何 兩種吃法都不錯 都是要試一下的 這就是黑豬納條 這份是零加的 價錢是78元 因為有網友說 黑豬納條非常好 所以叫一份來試一試 黑豬納條我加了少許海鹽 已經夠味 而裡面的汁很豐富 蔬菜拼盤和肥牛一起烤 肥牛已經煮好了 肥牛的肥收比例就很好 脂肪非常豐富 想吃它有少許甜味 而且牛味不錯 接著有山菜拼盤 有薯仔片和番薯片 我覺得金菇就最好吃了 吃起來煮煮的聲音 很爽口 這個就是我很有興趣的 黃色鰻魚腸 鰻魚腸味道真的不錯 對面鰻魚肉口感不錯 果然沒有令我失望 最後的肉類就是豬頸肉 豬頸肉本身沒有調味 所以要點點乾碟 我不用點太多 加少許的味道就可以了 最後就是冰淇淋烤麵包 首先先烤熟麵包 然後再加雪糕上去 這樣吃法 我裡面當然很脆 雪糕的份量很多 所以兩隻合起來之後 很有化學作用 又冷又熱 非常有趣 剛剛就吃完了 因為吃得太久 所以我就出來做總結 不過出來你看到 真的還有很多人排隊 大家真的早點到了 否則有排排 我來到寶樹里做總結 深信它的價錢不貴 人均消費不需要一百元 但已經有專人服侍你 完全不需要動手 而且馬上燒起食物 真的特別好吃 再加上去用料都是用得漂亮 至於環境真的非常有氣氛 在這裡吃東西真的特別high 另外地點都很近 燕南站走過去很快到 還有它很多細節都做得很完善 起碼各方面都很盡力去做 所以我現在深信 真是一間必試的餐廳 而我最欣賞就是在工作人員 非常有熱情 每晚都會幫忙跳舞 還馬上去工作 這樣的工作人員真的在哪裡找 可以看得出它的管理層 真的非常有本事 我們有介紹過很多 深信服務很好的餐廳 但和深信比都還差一點 特別如果你是做飲食業 真的直接過來借鏡 今集我們就介紹了 包括科學館站和燕南站 這邊的吃好玩樂 有一個水療會 然後去了寶樹里商場 介紹了一間不錯咖啡 最重要當然就是晚餐 試了一間非常卓越的餐廳 深信炭烤肉 我覺得行程都很豐富 而且這邊就比較少人來玩 相信過時過節這邊不會那麼迫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今集會介紹到這裡為止 下集我們會再介紹幾個地方 多謝大家支持 下集見 拜拜